好 這邊呢 現在 就是這邊是在講介面 不過這介面已經跟現在的版本搞不好也會有些不同 因為畢竟這個做這個講義的時候 2017年的Trobson Spender 對啊 我現在是懶得改 因為它其實又被Adobe買走 又改更多 而且其實之前這個就有一直在那邊亂改一通的現象 那這個 目前也好像沒有什麼好講 因為這個你應該看得懂在幹嘛 3D嗎 裡面貼圖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個asset 就是有各種東西啊 alpha,project,grunge,procedure,texture,hard surface,filter 反正就是一堆內建的工具啦 然後這邊是貼圖還有一個texture state texture,然後layer跑去那裡 現在已經變成texture,layer state 好 然後這個是我們剛剛bake出來的貼圖 我們bake出來的貼圖 但你在畫面上要看的時候 好像不是這樣看的 這邊是這裡 對 face color 這是上的顏色 因為目前根本沒有上材質 所以沒東西可以看 對 那這個是高度貼圖 那是騙我的意思嗎 就都沒出來 這邊真的沒有耶 Rothnis 也還沒有 可能是我還沒有做圖吧 我看一下 Metalic 對這都還沒有做圖 所以沒有 這些圖都不是這些名稱嘛 所以沒出來還是正常的 但這裡應該是有了 有了有了 蛤?出不來 ID是灰的 嚇我一跳 那邊有Cushion 還好有 Curvature Curvature 是這個 嚇死人了 Position 有 這種座標貼圖 我都不知道怎麼用耶 其實搞不太清楚 因為合成我知道怎麼用 但是遊戲裡面要怎麼用 我其實不是很懂 對阿 而且這個最奇怪就是厚度 我其實更不懂的是厚度這個貼圖 到底要幹嘛 因為 我們在做動畫沒有用過厚度貼圖 這個厚度貼圖完全沒辦法理解 然後這個是世界法相量貼圖 法相量貼圖分兩種 一個是Local 就是他自己的 另外一個是 剛剛那種 就是 呃 世界坐標回極準的 OK 所以這邊還是先切回 舊的這個material 切回材質 噔噔噔噔噔噔 好 這是Display Setting 顯示的設定 那裡面會有一些Post Effect 他的PostEffect 就是像什麼景深啊 什麼 有的沒有的 這些後製特效啊 或光斑啊 好 但是他藏在哪裡呢 藏在哪裡呢 這一版我覺得 感覺 右邊這個很可疑 果然 哈哈哈哈 對啊 完全是用猜的 根本就搞不清楚 然後這邊 可以試試看 像之前講過嘛 這個環境貼圖嘛 然後環境的 明暗 對 然後環境的模糊與否 然後再來Panorama 你可以選別的貼圖 然後你可以SHIFT加滑鼠右鍵去轉這個環境貼圖 再來這邊有Shadow 就是影子嘛 那影子的不透明度可能全黑會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調一下 再來他這邊有Preset 攝影機應該可以改 第一個是廣角跟望遠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Activate Post Office 啟動這個後製特效 那這個第一個可能是色彩飽和度 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個 我現在覺得有問題是他這張圖有點太暗 我想換一個 對 這樣SHIFT加滑鼠右鍵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再來這個是後製的對比反差 後製的明暗 然後這裡有個BIOS BIOS是偏移的意思 那這邊的BIOS不知道是指什麼東西的偏移 對 應該可能是調整的參數跟沒有調整參數 應該就是這些參數啦 你可以看到 Saturation Contrast Brightness 所以BIOS就是以這個為基礎 可能就是數值在加強 然後或者這個數值在減弱 對BIOS 因為BIOS就偏移的意思 然後Sepia Tongue Ratio 這個是那種偏黃色調的那個 就是以前那種膠捲有一種偏黃的 然後有點褪色的那種效果 對對對 然後這個是白平衡喔 白平衡 所以你會看到偏冷跟偏暖 OK 再來是景深效果 景深效果 打開來 有景深嗎 我一點的感覺沒有 Town Mapping Town Mapping的話 是在調那個畫面的明暗結調 所以曝光值跟Gamma值 Mapping Factor 基本上就是調明暗啦 只是說它的那個Level 色階或者是曲線是怎麼調的 Glare Glare Glare真的有嗎 我是有點懷疑啊 Glare Glare 哇 還有星球的 應該是這個了 喔這就是Glare 對啊 蝦趴 OK Glare Woo 然後Threshold 這個 Threshold 沒什麼反應 哇 好誇張 然後 然後 Remap Factor Shape 應該是 喔這個 Glare的形狀 喔 好好玩 其實這個軟體 Steam上面有賣 你知道 對啊有賣 工具那一區 然後Vin也是那個 周邊 濕光暗角 對 然後這邊還有什麼 鏡頭的形變 對 就是模擬那種 老鏡頭 爛鏡頭的效果 對 然後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Temporal Anti-Aliasing 這個 浴室 奇怪啊 所以我都沒有關掉 然後這是什麼 哇 Supface Supface Gathering 就是那種皮膚啊 蠟燭啊 葡桃啊 那種半透明透光效果 對對對 那其實這邊調完以後啊 這邊可以試著看 算圖 算圖是類似這個按鈕 剛剛看起來比較好看 到這裡反而變醜了 可是剛剛好的效果有啊 因為那個周邊濕光就有嘛 對 可是光線感覺 有點鳥欸 他們為什麼 怎麼比剛剛還醜 不夠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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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然後這是他的反句詞 這個地方是他的反句詞 FIREFLY GUILTER INEVO 這應該是他的算圖引擎的喔 他以前是Iray 什麼時候改成FIREFLY啊 不知道 然後這邊還可以直接按一個鈕 就直接丟到R Station 太好笑了吧 誰會這樣幹 呵呵 可能沒人會這樣做 而且算點太慢了吧 這還在算耶 反句詞好慢啊 這還大堆雜點 這有點像阿諾的感覺 嗯 所以通常我的算圖引擎 我比較會去想要用 什麼Mental Ray啊 也不會想要用 阿諾啊 我通常都還是比較想用 什麼GPU算圖的Redshift 蛤太久了 還沒還給你 反正你給我玩看 那這個好 算完圖以後啊 你其實可以儲存啊 對啊 這些圖檔 對那我現在也沒有要存啊 因為這個燈光感覺不對 那就按這個攝影機 它就可以關掉了 OK 好 先這樣